大家好,這裡是晚熊萬事屋 那今天呢,我們這一集要延續上一集 也就是昨天的那個問題 那也就是這一個 好啦,那麼上一集呢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現在這個護甲系統更新 所造成的這個影響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跟大家講講 我們常用這個DOT流派 之後未來可能的發展 好啦,那麼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跟上一集一樣 是晚熊在同一天在額外整理出來的一個東西 但是呢,由於東西有一點太多 所以說晚熊才分成三集來講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部分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先把它放大 好,那這邊的話 其實是有兩個區塊 那上面的話 我是護甲預設為零做一個計算 那這個計算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傷害 它本身會有打出多少傷害的樣子 那也就是說你一般在打這個I組 或者說一般在打這個 波甲後的G組 甚至是說一般打這個 波甲後的什麼什麼S組啊 之類的那種會有類似的這個效果就是了 那至於下面這個呢 則是護甲預設為2700 也就是最大值 這個怪身上有套90%減傷的這個情況 那至於切割的話 大概翻到兩邊其實一模一樣 那當然啦,因為切割它會無視我們的護甲 所以說不管護甲是0 或者是2700 它基本上造成的傷害都是一樣 那麼至於呢,其他的這一個元素 當然就會有差喔 那這邊的話,我還喜歡分兩個部分 最主要是因為有些人啊 可能他會覺得就是 呃,我們只要單用這一個元素 那可能就會看下面這邊 如果今天他有做過一個搭配 然後可能已經可以保證怪會撥完甲 那可能像是你已經移植這一個天使的技能 然後常駐了他 所以說你看到怪物會是撥甲的情況下 那或者是說你今天可能有移植其他技能 或者說你自己有用什麼其他手段 習慣性的去把所有的怪物會撥甲的撥光的情況下 那麼你可以考慮就是看上面這邊去挑選你自己 要用的這一個呃,持續傷害這樣子 好啦,那麼我們先來講講這一個上面的基礎的部分好了 因為基礎的部分其實應該比較好說一點點啦 那這邊的話 呃,晚熊的這個秒數喔 其實就是說從1到10秒啊 那這邊的話晚熊的預設呢 都是他是1秒鐘打一次 然後並且去造成一次強制觸發的這個情況 那這邊的話晚熊差不多有寫啦 就是LATPE啊 然後那個0秒10已經擊中了一次 就是他讓他上成了一層元素這樣子 那至於呢1秒開始的話 我們這一些傷害就會開始已經開始在做一個計算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切割部分好了 切割部分的話 呃,大家會看到他就是 呃,1秒鐘的時候 他就是跳了一次切割這樣子 那麼2的話 他這邊的意思其實並不是說我們跳兩次切割造成傷害 他這邊的意思呢 是說我們今天的這個低層切割 他打了這個第一次傷害在1秒 那麼第二秒的時候 他是第一層切割 他打了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個 第二層切割所打一次的傷害 那麼第三次的這個第三秒啊 則是代表著我們這一個 第一層切割打了三秒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我們 第二層的切割打了兩次的傷害 再加上我們第三層的切割打了一次的傷害 再加上我們第三層的切割打了一次的傷害 那第四秒,第五秒,第六秒,第七秒,第八秒,第九秒,第十秒 也就是以此類推 那麼值得注意的是啦 由於我們切割的這個DOT 它是每這一個七秒 它造成六次的傷害 也就是說呢 我們從這一 這個第六秒開始啊 啊 準確上來講啊 就是做到我們第七秒之後啦 我們第一層切割就會消失 也就是說我們最後面呢 最後面呢 這邊可能就是六六六六六的這樣子 切割造成傷害 所以說大家會發現到我們的這個傷害成長曲線會有一點點不一樣啊 那至於傷害成長曲線的話 這邊碗熊下面也有幫大家把它畫出來 就是它前面呢是穩定上升 然後後面則是會趨近於一個直線就是了 雖然說可能 嗯對,大家可能會看的比較沒有到那麼清楚就是啊 那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換成另外一種方式來講的話 我們每秒造成傷害它可能就是一個 呃上升非常快 然後接下來就是平行線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碗熊是沒有做另外一張圖啦 當然這邊的話就是以總和傷害來說啊 因為畢竟我們平常打的話 可能就是看這個總傷 而不會看它單秒造成的這個傷害到底有多多這樣子 好 那麼至於火傷呢 這邊的話 因為火傷比較特殊啦 那碗熊這邊是抓了五種這個例子來做一個計算 那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除了這個切割或者說爆炸這個屬性之外呢 火傷或者說一般的豆腐 他們其實多多少都會吃到我們的這一個元素的 嗯 這個MOD的趴數 對也就是說你會有這一個 越高的這個火趴數 然後你的這個傷害就會越高的這個情況出現 那至於這邊的話只有做火傷沒有做一般的原因是因為 嗯對其實做到一般的時候其實就發現到一般豆腐的話 除非你是電屬性啦 就是可能怪會來回傳遞 或者是說這個毒屬性你剛好需要繞盾 就有這些比較特殊的優勢的話 不然呢通常來講我們的火傷的這個傷害 大家都會看它的效益 就都會永遠比我們這一般豆腐還要來的大 那至於為什麼呢 最主要的原因跟火傷的這個傷害機制有關係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先來講一下火傷的傷害機制 我們剛剛這個切割的這個傷害機制呢 欸就是這個秒數計算啊 就是到6秒之後它會趨近於這個平穩吧 那我們的這個一般豆腐呢 其實啊大家也會看到喔 欸我們一般豆腐其實也是一樣 它一樣是這個成長到一定的程度 到6秒之後它後面就會開始趨近於平穩這樣子 那麼至於火傷比較不一樣的點在哪裡呢 火傷它是可以去無限的去疊它這個乘數的 那也就是說當我們到達這個6秒的時候 它是可以就是繼續一直疊7層8層9層10層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呢 它基本上就是我們每造成一次新的火的時候 它就會去重置第一層火的這個時間 那我們的傷害的成長呢 就跟我們旁邊切割不一樣 它是一直成一個非常完美的這個曲線 一直去做一個上升的喔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火傷 通常它的這個傷害的次數啦 它都會比一般的豆腐欸 跟我們的這個切割豆腐來的都還要來的高 那麼至於傷害的話大家其實也會看到 欸當護甲預設為0的時候 我們火傷就算只有上一張金元素 那它的這個傷害的這個趴數啊 就到最後嘛 它就可能就已經有44的這一個 呃倍率了 那至於我們切割可能才15.75 喔對這邊的倍率的話 其實100趴才是1啦 就是代表武器造成的傷害啦 這邊應該說是44趴武器所造成的傷害 好那麼至於銀元素的話 它則是52趴火加金的話 則是60.5然後火傷豆腐 如果裝上一個prime板 只是模擬我們的手槍的這個配置的 那它是會有72.88 那至於這個金加銀加金 這是模擬我們現彈槍啊 那這最主要的例子應該說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講我們的這個換離子啊 通常可能會上了3張火的情況下 那麼它這個傷害的話 則是會有77.00這樣子的一個數值喔 好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爆炸的部分喔 爆炸這個東西喔 其實有一點點的特殊啊 那雖然說我們這一個講起來的話 可能傷害真的會很低 但是實際上呢 其實它並不一定代表它這麼的低喔 但是呢 這邊雖然說並不是這麼的低啊 但是它其實也不一定會比我們這些 一些其他屬性還要來的高就是了啦 那相當啊應該說也不是相當啦 應該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如果把這一個爆炸的這一個 啊 ATS ATS啊就是攻擊頻率拉高的話 然後觸發的頻率也拉高的話 那麼我們在同樣的流派下 火屬性可能這一個流派的這個拉高的話 它的這個持續傷害當然也會做了一個 非常明顯的提升就是了 甚至會比我們爆炸這個提升還要來的高 那至於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現版本的爆炸 它是疊了這一個 呃一層啊 然後接下來呢 它過了1.5秒之後它就會引爆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第一秒的傷害是0啊 因為我們從0到1秒的時候 它並還沒有經過1.5秒 所以說它的這個傷害 並還沒有去做到一個計算 也就是它還是0 那至於到了第二秒的時候 由於我們這一個 呃1.5秒過了 所以說它造成的第一次的傷害 就出來了0.3 那至於第三秒的話 則是我們的這一個 低層跟第二層都引爆的這一個情況 欸應該說不是低層跟第二層 應該說低層跟第0層 所觸發的這一種的爆炸屬性 所引爆的時候它就會變成0.6 那再來就是0.9 1.2然後到後面變成2.7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大家會發現到啊 這邊講的是 以就是單層一層一層爆炸這樣子來做一個計算啦 所以說當然傷害看起來會非常的低就是了 那至於我們的這個爆炸屬性 它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它雖然說1.5秒中後會引爆啊 但是它這一個 呃 元素的狀態還是會消失 那也就是說我們單層的元素異常狀態 只能造成單次的傷害引爆 那你如果多上一層的話 多上個2層3層 那麼它則是會是2層一起引爆 3層一層引爆 或者說5層一起引爆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點是 今天我們如果 爆炸屬性疊滿了10層的話 那麼則是它會馬上引爆就是了 那這個馬上引爆呢 其實就有一點點的尷尬啦 那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馬上引爆的話 你如果這個對攻擊的這個頻率非常高 或者說你的觸發非常高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傷害當然就會變得很高 欸不是說很高啊 它就是攻擊頻率變大了 那我們這個傷害的這個成長 會變比較大一點就是了 但是呢雖然說多歸多啦 它還是一個很穩定很非常平均的這個 情況去做一個上升了 就是大家會看到這邊 玩熊一樣有做一個圖 爆炸 它的傷害是呈現一個斜線 就是呈現一個 呃對非常非常非常直的這一種方式去上升 那麼其他的元素呢 基本上都是呈一個曲線上升的 那這個曲線上升的這個數值啊 它其實是會比我們這一個 呃斜線還要來的快喔 尤其是時間一直拉長喔 我們可能斜線的地方 它可能這樣子爬到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它可能要花個這個20秒 那我們曲線可能只要花個10秒鐘 它就可以爬到了 那甚至是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基礎數值 大家會看它其實就已經有差異了 那像是我們的爆炸 它沒有吃到這個元素mode 然後它跟切割一樣 然後或者是說它這個基礎數值跟切割一樣很低 那我們這個元素 其他元素可能是基礎數值是0.5 那它這個是0.3 0.35 然後他們這兩個又沒有吃到任何的元素的buff 那火則是可以吃到元素的buff 所以說他們這個差距 就基本上基礎差距已經拉開了 那麼他們疊加的速率 他們又有互相有差異 那也就是說 以單體來說我們的爆炸傷害真的並沒有到這麼的好 那基本上比較特異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就是說今天你如果是一個狙怪技能還是幹嘛的話 你能夠去讓它在這個五六隻怪的時候去來回的爆炸 來回的造成多次跌加的傷害的話 那麼這個爆炸收益 它可能才會比較好一點點就是了 那簡單上來講 它現在這個感覺就有點像是比較即時的毒氣 對沒錯 爆炸的屬性以下的版本來說就是一個比較即時的毒氣 那甚至說它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你如果要打範圍的話還不如拿電 因為電的話它其實還可以互相的去做一個小控場之類的 然後還會來回電 那甚至搭配近戰的這個近戰如來用起來也會不錯 那至於爆炸的這一個東西的話 官方目前給它鋪的路也就只有指證官寶石能夠回護盾而已 其實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賦能 還有說有一些特殊的額外機制可以去跟我們爆炸做搭配 那如果真的硬要說的話 嗯就是我們的扎庫爾技能 或者說毒媽那一種 再附加在額外的這個傷害中的這個最終加成類型的那一種技能的話 它們是能夠去復活到爆炸裡面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爆炸爆炸出來的傷害 它還會額外再附加一次就是了 那這個的情況下的話 其實你如果在哪裡打中斷還是幹嘛的話 如果沒意外的話 騎士卡是能夠造成將近有四次方的這個提升就是了 那通常一般來講我們可能不會裝騎士卡 然後我們可能也不一定會一直綁定著這個毒媽 或者說這個扎庫的技能來用的話 那麼我們爆炸屬性來說的話 它其實就是非常的弱勢這樣子 那如果你今天有特殊玩法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拿來算算看 那雖然說它加很多 但是對這個差距其實是有一點大的 那可能那你就是加一加還不如的一個火傷就是了 好 那麼 欸各位以為講到這邊就完了嗎 欸並沒有喔 好啦 那麼現在大家看到我們這個左上角的這個地方 欸大家看到旁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東西 欸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欸對沒錯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日常 可能會用到的搭配的流派所的傷害計算 那大家看到欸對這邊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長的東西 欸想不到吧 剛剛文雄講了這麼久其實是講了一部分 真正麻煩的東西 也不是說真正麻煩啦 真正要講的東西呢其實是在這邊啦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呢 大家會看到欸它有這個上下兩個區塊喔 那上面這個區塊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一一的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最上面這一排就是在講我們的這一個元素搭配啦 像是我們這個腐蝕爆炸啊 或者說腐蝕火啊 甚至是我們的腐蝕冰 腐蝕加豆腐 可能是腐蝕加毒 腐蝕加墊 或者說腐蝕加有的沒的 這一種一般的豆腐 那或者說我們的腐蝕爆炸 米字號 欸米字號米字號是什麼意思呢 米字號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們這一個流派啊裡面 有塞了兩顆綠色的套製的執政官寶石 那也就是說呢 今天你的這一個 波甲倍率是這個100% 也就是說你的這一個怪的身上護甲只會歸零 那你的這一個傷害就是100%這樣子 那麼腐蝕火啊 腐蝕冰啊 腐蝕米字號豆腐啊 基本上都一樣 就是說我今天有塞了兩顆執政官的套製綠寶石 那麼在這邊還有我們的病毒 加其他額外的元素啊 像病毒加電啊 或是說病毒火啊 甚至是我們的病毒切這樣子 然後那麼這邊的話還有什麼元素mode 趴數跟一般的這個次數什麼的 那這邊的話先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好了啦 首先這邊的話一般的這個豆腐次數 基本上就是我剛才前面有講過的 欸這邊的話 玩雄計算的話是1秒到10秒嘛 然後1秒到10秒的話 可能就是他的這個上升次數是 1 3 6 10 15 2 1 2 7 3 3這樣子 那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子上升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一般的豆腐 包含你的這個切割的這個次數啊 他就是第一秒啊 他會這一個開始計數一次 那麼第二秒的話他就會讓第一次的切割 或是說第一次的豆腐 去造成兩次的傷害 然後第二次的這個豆腐造成一次的傷害 那麼總計就會造成三次傷害 那麼第三次的話則是1加2加3 第四次的話是1加2加3加4 那麼一次類推 到了第六次的時候 欸 當然要跳第七次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層就是最前面的那一層 他的這個持續時間已經到了 那麼他就會消失掉 那我們的這一個地方呢 他就會變成這個1加2加3加4加5加6 然後再加6這樣子 那麼就會變成27啊 然後後面的話他當然就是加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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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他並不會再繼續加上去了 那麼至於火元素的話則是不一樣喔 然後火元素的話則是1 然後一加2 然後加到這個第六秒 duh到第七秒的時候呢 他是會繼續加上去的 那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火元素阿 他每次在上岐成星的火元素他就會複合前面的傷害 並且還會重置他的這個持續時間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火的豆腐次數啊 還會累積的會比我們一般豆腐次數還要來的多 那也累積的比較快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還是以一秒攻擊一次強制觸發的情況下來做一個計算的 也就是說這個攻擊頻率其實說真的啦 也算是一個蠻低的情況下啦 我們正常情況下可能打個20秒他不會只有這樣喔 可能你要自己稍微壓縮一下 可能我們打10秒只是我們打3秒的 或是說打1、2秒的這個情況下可能就已經到達10秒這個情況就是了 好那麼我們接下來這個爆炸次數啊 基本上就是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啊 爆炸他會隔離1.5秒然後才會造成一次的傷害 那至於他造成傷害之後他就會消失 所以他會變0123456789 那後面就沒了 後面完全就懶得算了 因為其實差不多10秒就可以看到我們一般造成的傷害是多少了啦 好那麼再來我們回來講一下這邊 這邊的話其實欸第二排第三排有分兩排喔 這個等比例傷害跟單次鬥的傷害這是什麼意思呢 等比例傷害呢基本上就是說我們今天這個元素啊 就是對這一個怪的直傷所造成的這一個傷害 那簡單上來講呢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傷害啊 假設一把武器他造成傷害是100% 那麼我們的腐蝕爆炸經過我們上一個影片的那個表格 去做一個計算的話 那麼他是有播出80%的護甲 那麼播出80%的護甲的話 造成這個等比例傷害就會剩下60%就是了 那麼至於腐蝕火的話有90%護甲的這個播出 那麼我們造成等比例傷害就是71.05這樣子 好那麼至於其他這一個啊像是病毒的話 因為我們這一個怪的身上護甲只有2700 高達90%減傷 那我們的這個造成傷害原本只有10% 因為我們受到了病毒的這一個啊 放大血量的這個增益 也就是說我們就10%乘下我們的這個4.25 那我們造成傷害就是42.5%這樣子 那其他的話則是以此類推這樣子計算 那麼至於我們這個單次鬥的傷害的話 則是已經把上面這一個情況下做考量之後的這一個傷害啦 那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因為這個0.3啦 然後去乘以這個60啦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單次爆炸造成傷害啦 那至於火屬性的話就是欸對 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其實也是差不多 那至於腐蝕冰 因為他冰屬性不會有失去傷害 所以當然就是0啦 然後這個豆腐啊爆炸啊什麼的 其實都一樣啦 就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實就是這樣子 把這個波甲或者說我們這個放大倍率 給增加的這個情況下 所造成這個持續傷害就是了 那麼至於大家會看到下面這邊的東西 欸為什麼會有多一排喔 這邊的話其實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個元素啊 火屬性啊 毒腐性啊 電屬性啊 他們都會依照你們的這一個 武器MOD裡面的這一個元素% 而去增加他這一個持續傷害的傷害 那也就是說呢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金元素的傷害 銀元素的傷害 金加銀塊板 然後金加銀加金的這個傷害 至於豆腐的話也是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旁邊都會控個4格喔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邊有其他的這一個啊 數值的計算這樣子 就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上這個MOD的時候 可能你今天要上兩張金 或上兩張這一個銀 或者說你今天可能要上紙卡啊 還是要幹嘛的話 你可能要多一個這一個 讓他這個火元素 或者說讓這個毒元素的這個%給拉高 那麼他的收益可能就會比某一個流派 還要來的好的這個情況下出現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下面的部分喔 下面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用的同樣一種規則啦 就是攻擊的這個次數攻擊頻率啊 每一秒一次啊 然後並且他每一次都會進行一個強制觸發啊 然後我們從0秒擊中的時候 開始去做一個計算 來算我們這個持續傷害啦 那麼爆炸呢 F50爆炸的基本上 1秒的時候他還沒有這個持續傷害 那他就只有單純的這個直傷的60% 那這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們爆炸會需要等1.5秒之後 他才會開始造成傷害 那麼在1秒的時候呢 0秒擊中1秒的時候 他的這個1.5秒還沒有過完 所以他還沒有造成一次的這個持續傷害 那麼到了第二秒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看到他就是6.2.12 再加上我們這個18%啦 那當然他這個傷害就是138% 那3秒4秒的話 減少9.10秒 他就會傷害就會越來越高這樣子 那大家其實不難發現到 我們的腐蝕爆炸呢 他其實就是走一個非常漂亮的這個直線啦 那他上升的這個傷害呢 我們隨著這個時間給拉長的話 他造成的這個傷害 他當然就是一個 對很平行的這個線 去做一個上升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他的這個傷害上升 是相對的非常穩定啦 他的這個比例差不多就是長這樣 那麼有一個比較特例的情況啊 就是因為我們的腐蝕爆炸 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是一個範圍攻擊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的怪啊 數量如果是一坨擠在那邊 一坨同時觸發這個爆炸元素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傷害則是會翻倍喔 不過呢大家其實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啦 跟其他的這個元素比起來啦 雖然說這邊看起來十秒看起來是很久啊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我們並不會攻擊每一次 都只攻擊的一下 然後每一秒然後才觸發一個這個元素啊 也就是我們平常的這個真實情況 可能這個在十秒的情況 可能我們平常打怪打個三秒或是兩秒 可能就已經到達這個情況了 那麼在這個情況的時候呢大家就會發現到喔 欸其他元素可能都是一千九啊 或者說這個一千一啊一千多啊這樣子 那可能一千四啊之類的 那我們的腐蝕爆炸呢至少啊 欸一定要搭配怪喔 可能要兩隻以上 甚至說要三隻 他才能會比我們的這個腐蝕火 還是我們的這個其他的元素的這個傷害還要來的高就是了 那麼你如果今天如果是腐蝕加贏的話 你甚至可能要四隻怪 他才會效益才會更高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爆炸元素啊 基本上還是很看地形的啦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欸基本上我們爆炸就是一個順死板毒氣的效果就是了 好那麼再來是我們這個 腐蝕火的金元素這樣啊 那這些東西的話基本上就是 嗯對他就可以疊傷 畢竟這個元素本來這個火屬性本來搭配就很強了 那腐蝕火的話 基本上他造成傷害就不會到太差 那這邊就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欸我們的腐蝕火 他基本上他是呈現一個指數的上升就是了 其實也不能說指數上升 反正就是看起來就是一個曲線就是了啦 他雖然說不是真正的這個翅膀上升就是了 但是呢大家會看到他的這個上升呢 是一個越上升越快的這個情況喔 那尤其是我們在裝上P版MOD還什麼 他的情況下會更加的明顯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他圖會不太一樣啦 大家這邊可能 玩雄抓數值沒有到特別的多啦 所以說可能看起來不太清楚啦 但是其實大家就會發現到 我們一般的這個腐蝕火 他可能是這樣子上升 就大家可以看我的游標是這樣 那我們的這個腐蝕火的prime版 或是說更高的這個趴數的話 他上升可能是這樣子 對就是他是會 嗯對上升的頻率是越來越高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情況的話 可能這邊看不太出來啦 但是這個 應該說你拿這個圖 去做一個稍微的比較 反正說他其實 上升會不太一樣就是了啦 好啦 那麼這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其實也不用 顧那麼多啦 就是欸 反正腐蝕火本來 他其實就是一個蠻強勢的一個搭配的 那他這一個 傷害基本上就是不錯就是了 那麼再來是腐蝕冰這個東西喔 欸這個東西真的要特別講一下喔 大家會看到這個腐蝕冰 這上面直傷暗熊 並不是寫110 其他東西都是寫這個 60啊 100啊 都直接寫一個數值 那這邊的話 浣熊是寫一個60加50喔 那為什麼要寫60加50呢 那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冰屬性的這一個觸發元素 他是增加你的這一個最終暴擊傷害的 那也就是說 你的這一個武器 你如果有裝上任何的暴擊傷害的MOD 甚至是說 你有裝你的這個同伴啊 或者說你有技能啊 有額外的暴擊傷害的最終加成 那你的這一個冰屬性 所拿到的效果都會被稀釋掉 那簡單的講呢 這個50的話 基本上 浣熊是做一個非常普通 非常常見的一個數值啦 就是我們爆傷為2的時候呢 那麼他加成這樣子 還會比較大一點這樣子 那再放簡單一點來講 就是說 大家看到了輔植兵的數值 這邊雖然說是1100 但是 他實際上的收益是小於1100的 可能只有800 可能跟我們的爆炸差不多而已 那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你可能要選擇 欸我要定身 還在說我要拿這個範圍攻擊 就是了啦 但是呢 這邊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喔 就是我們的兵元素啊 目前他可能有主要動傷 或者說有一些額外的東西 來做一個兵屬性的搭配 那我們以現環境來講 兵屬性可以玩的花樣 肯定是會比我們的爆炸元素 還要來的多一點點就是了啦 那至於他們所收到的收益呢 其實也不一定只有 我們的這一個元素收益 他有可能在這一個賦能 或是說反應在我們的其他的地方就是了 那爆炸目前的話 官方做球也就只有做一個 紫燈光寶石可以回護盾啦 說真的他其實也沒有額外的這一個傷害的手藝啊 那基本上這邊還是要看個人喜歡哪一種類型喔 好再來是我們的這一個 腐蝕豆腐這邊的話其實就不用看太多啦 這邊腐蝕豆腐的話跟 應該說腐蝕兵 他因為沒有持續傷害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一個直線的上升就是了 那那麼至於腐蝕豆腐的話 其實呢他也是跟剛剛前面這個切割一樣 他是一個曲線之後到一個點 臨界點6秒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成一個這個直線上升的這個傷害加成 那其他的這個幅度看起來只會更大 因為這個畢竟他是100%波甲 那麼他這個數值就是會拉大就是了 那麼大家會發現到 其實他這一個傷害數值 當然你有波甲的話 他這個傷害就是會更高 甚至你的腐蝕斧後面還可以到了一個5900啊 然後或是說這些有的沒的 他可能你裝應該說 也不要看最後一個啦 看這個P版MOD就好了 P版MOD最普通的 他甚至是可以跟這個金元素 左裝到這個傷害差異 差到將近兩倍的傷害喔 那前面的話基本上也是一樣啦 他差不多就是差個差不多快兩倍的這個傷害了 那這也是為什麼啊 通常我們這個P版MOD 有P版MOD 我們就會考慮 直接打這個P版MOD 這個元素的這個原因 也是因為在這樣子 那甚至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拿這個金元素 加銀元素來做一個補足 那去讓他這個數值來給放大到許多這樣子 好 那麼再來我們就先來看到我們的病毒的部分啦 病毒的部分的話 比較特別一點點是什麼呢 比較特別一點點就是原因 就是在於 這一個類型的話 基本上 對怪造成的傷害只有10%而已啊 那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怪身上套了這個90%的這個減傷喔 那這個10%之後呢 他其實還會受到我們的這個病毒的增益成4.25倍 那成4.25倍之後呢 我們這個持續傷害 他基本上還是會有傷害的啦 那造成的傷害的話 其實大家也會發現到 欸 其實並沒有到差到哪裡欸 我就像金元素的話 這邊有1000多的傷害 其實跟我們這個 呃 爆炸啊 還是說 冰元素來比啊 其實是差不多的欸 雖然說你今天如果要打福之火的話 當然還是福之火會很收益會比較明顯 就是了 一千九 基本上比我們的一千還要來的高就是了 那麼再來是我們病毒火 欸 這個就有趣了 版本最大的改革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我很喜歡也有特別做了一些些的 這一個 嗯 多餘的計算 那至於為什麼要做多餘的計算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要跟我們啊 這個 最常見的這個流派 舊版常見的流派 病毒切來做比較啦 那先說說這個舊的版本的流派好了 舊的版本流派通常就是 以病毒切跟腐蝕火當道 那大家會發現到 其實啦 說真的啦 你就算是這樣子看起來啦 以現在版本來說啊 病毒切 他的這個 所以 可能大家看到 欸 7000多啊 這一個 跟我們的這個腐蝕火啊 基本上看起來 他們的這個效果 已經都算是 算是 比我們 其他的這個元素 什麼腐蝕兵 腐蝕爆炸 還是一般的這個 來說都還要高了一些些 甚至說高了許多這樣子 甚至是我們可能通常 之前舊版的這個 腐蝕火 可能會拿這個腐蝕火加 這個 金銀 或是說腐蝕Prime這樣子 那 這個病毒切的話 當初也是會特別強勢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自己無視護甲就是了啦 那麼 再來是這邊的話 大家會發現到 他的這個傷害其實 已經是特別的高嘛 但是 這邊有一個但是 今天他因為護甲的這個 上限最高到達2700 那我們的這個病毒火的收益 欸 沒有想到吧 他居然 已經超出我們的 腐蝕火的收益了 大家看 腐蝕火這邊 我們甚至 欸 就不要看金的啦 我們就算看Prime版好了啦 我們看Prime版的 他到了10秒之後 他疊傷也才3900而已 但是我們的病毒火 他只有裝一張金元素 他的疊傷 就已經來到非常恐怖的 4100的這個情況了 他已經比我們裝P版mode 都還要來的痛了 那 至於我們波甲的情況呢 欸 腐蝕火波甲的情況啊 我們這個 銀元素啊 金價銀元素啊 4300 才勉強趕得上 我們這個病毒火的金 那我們病毒火 如果塞成這個銀元素的話 他則遠遠的甩過啊 你可能甚至這些腐蝕火 要上P版 然後還要再加兩顆這個 直燈光寶石 然後才可以有這個傷害就是了 那也就是說大家會發現到 欸 現在版本喔 病毒火的這個收益啊 他這個傷害效益啊 已經比我們的腐蝕火 還要來的大許多了 甚至我們今天金家瑩 直接完美超車 你就算在塞這個 直燈光寶石 你可能都救不太回來喔 除非你真的有 非常非常非常高額的 這一個額外增傷 或者說非常非常高額的 這個火屬性的這個趴數 能夠去給他有一定的加成 那他才可以救回來這樣子 那甚至更誇張的是 我們的病毒火PRIME版的這一種 他則是一路領先 比我們的病毒切還要來的痛 那這邊的話大家會發現到 欸這邊我 這邊我特別用不同的顏色給框起來喔 大家會發現到 欸病毒火PRIME版 加上甚至是我們再更高一點啊 可能病毒火的金加銀加金啊 甚至是說我們今天可能有裝紙卡啊 你只要是洗到病毒火 他的這個傷害收益 都比我們的病毒切的這個傷害 還要來的高許多 甚至大家會看到 1萬7跟1萬1這樣子 那這個傷害當然差距就非常的大這樣子 但是呢 這邊大家要注意的是喔 這裡看到的 只是這一個 算蠻低頻率攻擊的觸發 我們今天 並不會這麼的少就是了 這邊其實只有過15秒 頂多怪身上就是15層火 那我們今天如果是拿這個觸發流的武器的話 可能怪沒有到這麼的硬啊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要打硬怪的話 你們的這個 拿像是現彈槍啊 或者說手槍啊 他們的火啊 可能是會跌到上百層的 甚至可能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真的說真的 他怪真的沒有到這麼的硬啊 你可能就算 啊我們就稍微講個上百層好了 上百層的情況下的話 那這個火跟切割的這個傷害 還會拉的這個差距還在拉大 那為什麼會說他差距會拉大呢 欸這邊有一個中間值喔 超級剛好 他剛好有一個中間值可以讓我講 大家先來看看這邊 我們的病毒火的金屬性跟銀元素啊 他們有一個非常戲劇化的變化 那什麼叫非常戲劇化的變化呢 就是大家看到 欸病毒火的金營喔 他的前三次傷害啊 他其實都比我們的病毒切割還要來的高 那為什麼會比他還要來的高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病毒火他們兩者的buff 真的太強了 同時有波角 又有同時又有放大 那麼讓他這個在短期的元素 應該說比較少的這個觸發的情況下 他是比這個病毒切割還要來的高 甚至這個收益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至於到3秒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這個觸發可能開始疊起來了 這一把已經是一個合格的武器了 他平常就是一般的觸發來說的話 那麼他的這個病毒火經營 他就已經比我們的病毒切割還要來的低了 那麼後面他是成一個追不上的情況下喔 但是呢這邊 欸但是喔大家看到他這邊是成一個 被病毒切割拉開這個差距嘛 然後到了這個6秒的時候 到6秒的時候呢 雖然他看起來還是有差距 但是呢 欸他這個特殊的計算方式的這個效益就出現了 他會慢慢的追趕 慢慢追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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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麼時候呢 追趕到我們這個 第12秒到第13秒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到 我們病毒火的經營元素 他的這個數值 他的傷害又比我們的病毒切割還要來的高了 甚至後面就會更高 那這是為什麼呢 欸這個我們就 從下面的圖就可以看得出來啦 病毒切割這個傷害 他基本上他的成長曲線就是一個弧度 然後到6秒的時候 乘一個直線 那我們的火呢 則是always 永遠就是一個像指數的這個數值一樣 在走一個直線上升就是了 那麼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時間只要拉長了 或者是說我們的攻擊的這個觸發只要夠高 那我們時間很短 那他的這個傷害 病毒火 他就會完全的超出我們病毒器的傷害了 那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看到說 欸他們其實 中間超出的時間其實蠻短的喔 其實沒有到特別的長喔 但是這邊的話可能是因為他的這個元素加來比較多啦 我們可能看銀元素或是看金元素啊 大家可能就會發現到 他就算到了這個15秒他可能都還沒有超出啊 但是這邊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喔 這邊的話15秒這個並不是說你真正在遊戲裡面打15秒這樣喔 這邊的15秒呢其實意思只是說 差不多你15層觸發 然後他可能這個切割可能開始在降低的這個情況下啦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呢你的這個觸發如果是海量觸發夠高的情況下 雖然說啦前面的這個6秒啊可能病毒切割這個效果還沒有消失啊 他可能這個傷害還是很高就是了啦 但是呢可能過6秒他可能差不多到第7秒還是第8秒 切割開始在趨於穩定的時候 你的這個火的這個傷害他疊的傷害可能會是一瞬間就已經超過我們這個切割了 那相對於來說我們這個火屬性這個病毒火的prime版啊這些就更不用說了 他們這個屬性的這個傷害值他是會一直up上升而且非常的快 那也就是說呢以現版本來說啦 你如果卡位足夠的話那你可能塞一個這個病毒火的金家銀元素的mode 或者是說你可能直接病毒火應該說你手槍啦基本上啦 你一定就是可以走病毒火元素了啦 他這個傷害prime版mode他一定就是特別的高 那你甚至武器有紫卡通常你紫卡有洗到可能就是一個銀元素 甚至是說你可以這個取代這個100多趴 那這個情況下你可能一張紫卡再加上一個你的金元素 他的這個收益其實就已經差不多跟prime版m一樣了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他基本上也一定比病毒切還要來的高就是了 那簡單上來講呢就是說 現版本病毒火真的非常的強 但是啊你還是有一定的值啦 病毒切他其實也沒有到特別的弱了 他還是有該搶的地方還是有在啦 但是病毒火的收益真的變得比以前還要來的大許多 好那麼這邊呢再稍微講一個題外話喔 就是我們從這個表看不太出來的地方喔 這邊呢有一個地方呢其實值得注意的就是 啊不是頑雄打噴嚏 是這裡的話基本上大家會看到是每一秒打一次 然後每一秒都觸發一次這樣子 那麼今天如果我們的武器他是不夠觸發 甚至是說你的這個攻擊頻率 並不是說每一次都是觸發到火屬性 每一次都是觸發到切割屬性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我今天就是打三下 我的觸發雖然夠啦 但是我打三下我才觸發到我的關鍵屬性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病毒火的這個收益就會比我們的病毒切還要來的大喔 那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職商計算的部分啦 大家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喔 在這一個職商的部分病毒火的這個增益 是比我們的病毒切還要來到高於三倍的情況下的 那...對沒錯 你如果考慮到職商的情況下 可能你三下才觸發了一次關鍵屬性的話 那麼你的病毒火這個職商可能前面這邊吧 可能晚上這邊還要再乘三吧 那麼這邊乘三的情況下呢大家就會發現到 他這個傷害數值其實就不會是這個完全比這個切割來的低啦 可能我這個銀屬性可能他的這個傷害就會比我們病毒切還要來的高啊 他這個收益可能就會更高就是了 那...再加上這個火屬性燒 他當然這個收益就會更高 那麼如果你今天一不小心 欸我剛好這個光環裝了一個腐蝕投射 欸我剛好不小心上到了一點點的腐蝕 那他這個收益就會再更高 然後還在被放大 那當然這個病毒火的這個收益就又會比病毒切還要來的高 因為我們切割沒辦法去收益到這個波甲的這個buff就是了 那簡單上來講呢 以現版本來說啊 你如果真的要玩持續傷害的話 個人是就是完全推薦 欸玩病毒火準沒錯啦 那至於你如果要玩病毒切的話 也並不是說他弱到哪裡啊 就是沒有到特別的強啊 沒有說是像我們病毒火一樣一起當千丈這麼屌 那麼至於你其他元素的話其實也是可以玩啦 那看你要選擇什麼腐蝕兵或腐蝕爆炸都可以啦 那我個人說真的我可能會比較偏向於腐蝕爆炸吧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腐蝕爆炸他這個範圍AOE傷害 我們只要稍微招到兩隻怪 他其實就比我們的腐蝕兵的收益還要來的高 那再來就是我們通常配置裡面不可能不去撐暴擊傷害 那賦能的部分的話通常可能又需要做一些特別的搭配 我們可能才會去有額外的地方去把它換成主要動傷 或者說其他的東西啦 也就是說對一般來說的話我們如果真的要通用的話 可能還是會以腐蝕爆炸為主 但是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卡位問題 畢竟爆炸是由兩張MOD去組成的 冰屬性是由一張MOD去組成的 那也就是說在這一個配置的情況下啦 你可能啊多出了一張卡位啊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改善手感 或者說多出了一個卡位 你可以再去額外提高他的擊傷之類的 那可能這個生殖收益 又會比我們腐蝕爆炸還要來的高就是了 那基本上這一個部分就是各位要自己去做一個 嗯對全自己做一個取種吧之類的 看你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元素吧 那基本上傷害的話 差不多就放在這邊給大家看啦 然後這個成長的曲線其實都是長這個樣子 都是差不多啦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是直的 有一些是這個曲線上升的 那像火屬性這個曲線上升的 他加的這個傷害就會非常的大 那甚至一般的豆腐他是曲線上升一下子 然後再一個直線上升 那這個嗯對傷害就是會先疊的非常快 但是後面會趨於穩定 都會比一般的這個直傷的這個傷害 可能還要來的好一點點就是了 好啦 那麼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啦 這個就是我們現版本的這個持續傷害 差不多可能之後會病毒火當道吧 但是也並不能這麼說啦 因為畢竟爆炸元素他有一個AOE 而且他還可以吃到這種奇怪的buff 像是我們毒媽的技能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真理命運之類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未來的事情其實還是很難說啦 不過呢你如果真的不知道要走哪個方向的話 那麼乾脆就是以病毒火為主吧 病毒火這個版本真的太強了 他完全變成我所想的那一種 就是分散他的這個傷害會變大的這種情況 這個樣子了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幫我按下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要打開你的小鈴鐺 在我什麼新的影片下方才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WOFAN的武器啊 或戰甲啊或說有什麼樣的問題啊 都歡迎各位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那我如果看到的話 可能就把它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裡面這個樣子 這樣子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